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东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 微粘膜上皮细胞寿命是很短的 大约2-3天更新一次 更新在夜间的肠胃休息时进行 此时受到进食的打扰会影响其修复 导致消化不良 肠胃动力减弱等等的疾病 除了肠胃 胃腺也是一个消化器官 吃太晚会促使消化液大量的分泌 加重其负担 长期会导致胃腺炎诱发胃腺癌 吃夜宵或者是晚饭吃得太晚也容易导致肥胖 与白天相比 人晚上的活动量会相对减少 此时如果吃得过饱 热量消耗又少 就会造成脂肪和腹壁的不断积累和储存 长此以往人就会发起伏来 而过度的肥胖容易使胰岛水平的波动异常 那么进而引发糖尿病 除此之外 想要夜里睡得好 晚餐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晚饭是过于丰富 油腻 吃得又太晚 那么胃内的排空时间就会延长 此外 胃 肠 肝 胆 胰等器官 在饭后的紧张工作也会传送给大脑 引起大脑的活跃 导致夜里是辗转不安 出现失眠多梦等等的问题 人体的排盖尖峰值期 是在晚餐之后的四到五个小时 如果是晚餐吃得太晚 当排盖尖峰的时期到来的时候 通常已经是进入睡眠当中 于是尿液滞留在输尿管 膀胱 尿道等尿路当中 不能够及时地排出体外 致使尿中的钙不断地增加 很容易沉积下来 形成结晶体 长期积累就容易形成结石 人在睡眠的时候 血流速度会减慢 晚饭吃得太晚 未分解掉的血脂容易积累在血管壁上 形成动脉的硬化 最终可能会发展成冠心病 一项研究显示 比起吃完饭后一小时内就寝的人 睡觉的时间与吃饭间隔60至70分钟的人 发生中风的几率降低了66% 间隔70分钟至两个小时的人 降低了76% 总而言之呢 晚餐吃得太晚 往往不只是打乱了作息 还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多方面的影响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着想合理的安排晚餐时间 也是至关重要的 好莱坞之星广告表演学院 专注于优质的广告表演教育 提升学生的自我认知和商业思维 助理学生在舞台上自信出色 赢得声誉 并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 联系电话626-949-8808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 如何科学的安排晚餐 选择健康的食物和适合的进食时间 让晚餐既满足营养需求 又能够帮助我们在晚上获得更好的休息 晚餐的最佳进食时间是18点到19点 因为吃得太早睡前容易饿 不仅是影响睡眠 也会影响胃部的健康 但也不能吃得太晚 至少要与睡觉来相隔三个小时 这样不仅可以给肠胃消化吸收 留有充足的时间 还可以进行一些舒缓的运动 现在生活的工作节奏都很快 大家的早餐午餐通常是较为简单 因此晚餐可以多选择几类食物 做到营养均衡 晚餐的主食可以是粗粮饭 粗粮粥 杂粮饼 或者是鼠类的食物为主 饱腹感强 完全不用担心 睡前会饿 多食用一些新鲜的深色蔬菜 尤其是无需烹饪的 不仅是爽口 营养成分也会更加完整 此外应该食用适量的大豆 还有制品 既能够摄入优质的蛋白质 脂肪含量也会比较低 不管是水产品 还是情绪的肉类 最多不要超过50克 那么由于夜晚的肠道蠕动会较慢 肉类食物摄入过多 会在肠道当中滞留产生氨类的物质 容易增加肠癌的风险 此外肉质当中 还有一定的脂肪 对于肥胖的贡献就不言而喻了 晚餐应该少吃 以第二天早上 没有明显的饥饿感为标准 因为人在睡眠之后 身体的代谢功能会降低 肠胃的蠕动减弱 如果是晚餐吃的太多 不但会加重肠胃道的负担 使肠胃道因为过度的疲劳而生病 还会干扰大脑皮层的工作 而妨碍睡眠 此外也不要吃的太快 细嚼慢咽不仅可以使食物 更容易消化吸收 减轻肠胃工作的负担 而且容易吃饱 防止食物过量的摄入 建议每一口的咀嚼 不应低于20次 吃一顿晚餐的时间 至少是20分钟左右 白天工作可能会有不良的情绪 但是不能把这种情绪带回家 晚餐是夜晚生活的序曲 序曲的好坏 会影响一家人整个晚上的情绪 如果吃得愉快 这种健康欢愉的气氛 会延续扩散到整个夜晚 因此共进晚餐时不要对家人 进行批评和责问 否则会使人很不舒服 总而言之 晚餐应该遵循种类多 尽早吃以及清淡饮食 细嚼慢咽等原则 这样吃晚餐既健康 又不会给身体带来惹祸的麻烦 饭后的一些小改变 可以为我们的健康 带来很大的不同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晚饭后那些简单却有效的习惯 坚持下来你会发现身体会越来越好 晚饭之后 按摩腹部既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和腹腔内血液循环 有益于增强肠胃功能促进消化 另外还可以作为一种良性的刺激 通过神经传入大脑 有益于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调节和发挥 因为现代研究认为 人体肠胃道的确是存在初步的中枢神经系统 那么按摩腹部的具体做法 是以掌心着腹 以旗部为中心 慢而轻柔的顺时针和逆时针的按摩 各20到30全 买饭之后可以喝点水 特别是温开水 有助于促进肠胃道的新陈代谢 降低调味料和酒精对于胃的伤害 或者是喝一点清淡的茶 也可以清除肠胃道的油腻 使肠胃道尽快地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但是饭后不要喝浓茶 此外呢 吃完晚餐半个小时之后呢 适合去外面散散步 不仅能够加快新陈代谢 也有抑郁身体的健康 也有助于放松身心 缓解压力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的实用信息 不要忘记关注订阅 落成焦点频道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七点 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乐呵好丢 我们下期见 好莱坞之星广告表演学院 专注于优质的广告表演教育 提升学生的自我认知和商业思维 助力学生在舞台上自信出色 赢得声誉 并在竞争当中脱影而出 联系电话626-949-8808 请不吝点赞订阅